接下来的选手快点莫西哥 接下来是来自于莫西哥的组合 其实在冰舞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一下场的服装 就可以大家猜他的表演的曲风大概是什么 他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而且我相信这一组我们也看到 他们的表演分数应该会很高 你看他们的表情 这一组也是更年轻的 这种莫西哥的选手他们所选的曲子的节拍 节奏是非常强的 去年他们有参加过四大洲的花瓶赛事 第五比赛 这一部分他们很注重两位选手的速度流畅 还有他们的动作也是个干净欲对 这组选手他们的表情非常的丰富 这一组墨西哥的选手他们也是兄妹档 其实这也是还蛮常见的 对 他一来自 Channel跟Leonardo 他两岁了 我真的都很平衡情 二十岁了 跟二十二岁 我真的都很平衡 我真的都很平衡 这个时候现场观众都有掌声 刚刚他们所展现的突几的旋转 这个动作又跟前面三组又不一样 这组墨西哥选手存在2011年至2013年 他们拿过最好的短曲分数是33.67 不过在冰舞的部分 目前世界上最强的选手还是在美国跟加拿大 那虽然目前像是不管男生或女生的单人的 单人的部分或双人的部分 亚洲地区好像日本韩国慢慢的都冒出头来了 不过在冰舞的部分还是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是最强的 对 这边可以跟观众朋友 如果你刚接触或者是觉得这个蛮好看的 现在教大家先稍微入门看门道 就看这个托局的动作 呵呵呵 也就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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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短曲的分数是 本季最佳分数 43.22分 现在战区三位 Pilar Mecawa Moreno and Leonardo Macao Moreno from Mexico have earned in the short dance 43.22 points this is a new season best for them and they are currently in third place